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1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静美观察 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美国和西方盟国复归 然后中国再等另一个鞋子 另外一个主题是台山核电站的异常排放数据 我们还是先跟进这个台山核电站的这个 进展 那么继续讲背景,6月13号CNN报道,他们获得了法马通 法国的 核电站的设计和设备供应商 向给美国能源部的一个信件 这封信件要求获得技术与信息分享的豁免 以解决台山核电站这个 和放射性物质外泄的问题 那么信中指出,中国核安全局调升了台山核电站 外辐射检测标准上线,避免关闭这个台山核电站 那么台山核电站中方运营公司中广核 发表声明 说台山核电站周围和周围的指标,环境指标正常 然后法国电力公司就是法马通的母公司 发表声明 他不愿意透露新名的发言人接受 法新社,法新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是这么说,他说 台山核电站一号机组回路出现了惰性气体浓度上升的问题 那么怀疑是燃料棒涂层出了问题 所以积蓄的气体 主动释放,主动放弃 他说这不是核心熔毁的问题 也不是在讨论污染的问题,我们在讨论可控的排放 他讲的这个泄漏其实是可控制的 排放 那么法新社报道说,释放的气体属于惰性气体 山气和克气,他们的结构相当稳定 就是 发展到现在,大概的新闻发展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但是 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 那翻查这个中广核市在香港上市公司 他每年都会有年报,那么记者就去查这个年报,看看这个 台山核电站是什么情况 中广核总共有6家核电站 那么年报就会披露这些核电站 这个排放放射性液体 就是非川放射性核素的排放量 和放射性气体 就是惰性气体的排放量 那么 查过年报之后情况是这样 2018年 中广核下面的6家核电站 放射性液体的排放 他公布的是比例 他比例是介乎这个0.21%,0.21%到0.54%之间 台山核电站最高是0.54% 2018年 到了2019年 台山核电站的数值 就从这个 就飙升到多少,0.54飙升到3.2 可是其余的5家 5家这个核电站数字 仍然是0.19%到0.55% 那么到了2020年台山核电站 这个 放射性气 放射性液体 其实就是水 就是 冷却水 所以冷却水的这个数值就增加到多少,从这个 3.02%增加到4.85% 而其他的5个厂 仍然是 0.15%至0.41% 这是第1个,其实讲的就是冷却水 另外一个就是放射性 放射性气体飞舞,就是惰性气体,就刚才那个 法国电器公司说的 台山核电站的这个2019年,飞川放射性 核素,数值是1.59%,1.59% 是这个2018年0.71%的一倍多,增加了一倍多 到了2020年增加到了2.19% 那么这里面有一句话 他这么说 他中广核在年报上注明,他说数据的变化主要 包括各个机组换料大修的安排不同,它会有差别 那么以及检修项目也有差别 而且他这个年报里面特别讲明,说台山核电站的 年排放限值 与其他核电站不同 电站之间没有可比性 怎么会没有可比性呢,一定会有可比性啊 说明什么,说明两点 第一点 法马通说这个国家核安全局提高了 台山核电站的排放限值 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从这个他的说明的情况来看 是符合情况的,这是第1个 第2个 台山核电站在2018年出现了一次排放的这个 液体排放和这个气体排放的飙升,2018年发生了一个飙升 然后持续的增加,这都是事实 而且他在我们,所以你可以看 冷却水 冷却水的排放 18年是 0.15 19年是3.02 20年是4.85 这明显的上升啊,这是第1个,第2个就是这个 这个 有 惰性气体,惰性气体是0.71 到了19年是1.59 到了2020年是2.19 一直在直线上升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 美日经济新闻,我查到一条 查到一条美日经济新闻 他在19年的8月 发表一篇报道 说 国家核安全局搞了一个 这个开放日,就是媒体核电型的一个这样的活动 记者就去,安排记者去 台山核电站参观 那么报道是这么说,他说 台山核电站因为负责人说 台山核电一号机组 大部分设备都是国外生产 二号机组 的设备大部分已经实现了国产化 实际上工程一开始就对 设备国产化进行了部署 然后他就说 他说 台山核电站提供的数据显示 核岛设计供货中方承担的设计工作 和供货份额超过了50% 核岛主要的设备国产化制造比例达到了50% 然后常规 岛 常规岛设计供货方 由中方牵头 那么常规岛的气轮发电机组 制造中国份额 占到了三分之二 这个会不会引发安全风险 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点 中国在所有的合资项目当中 都会有类似的吹嘘 然后中国包括像高铁呀 吹嘘的一塌糊涂说我们自主 知识产权 其实你看供货商全是外国 我们就看这样吧,中国核能产行业协会有个统计 2018年以来中国开始部署第三代核电机组 就是中国的核电站,那么包括 AP1000,AP1000是美国的,美国西乌的 AP1000是在三门核电站 一号二号机组 AP1000的海洋核电站一号二号机组 以及EP2,EP2就法国的 法国电器公司的 台山核电站一号机组 那么AP1000是美国西乌电器 EP2是法国 法国 法国这个叫什么 能源公司,电力公司,电力公司,其实就是法马通 那么实际上呢,中国的策略呢就是 主要是买美国的 中美关系还行的时候呢,然后中美关系 一有问题呢就买一买法国的 相互制衡 如果中国呢,中国自己也有,叫龙华一号,龙华一号是中国核工业集团 和中广核合作 合作研发 那么 把他们两个集团各自的小产品加在一起,变成一个大产品 目前为止,中国国内自己用的不多 那么主要还是进口 当然他就一直在吹牛,自主研发 实际上最厉害的 最先进的核技术掌握在美国跟法国手里 俄罗斯也有一些,但是俄罗斯 出了切尔诺贝利之后,俄罗斯的这个核技术已经臭大街了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中国中国的核能 核电站 排名 全世界第1是美国,第2是法国,第3是中国,中国是17个 核电机组是17台 正在运行的 正在运行的是48台 那么增量来说,中国第1 因为其他国家在核电应用上面开始受到限制 主要是安全问题 大概是这样,我们就更新一下,我们基本上会跟进 跟进每一个时期 如果关于台山核电站有新的进展,我们都会播报 那我们讲讲,这两天我们在关注这个台山核电站的时候 实际上 在 最近发生最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 主要是西方国家 美国和西方盟国回到原来的盟友关系上面来 主要恢复原有的 国际政治秩序 那么主要的事件,一个是七国集团首脑峰会,第2个是北约首脑峰会 那么七国首脑峰会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盟 北约是西方最重要的军事同盟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主体 一个是政治同盟,一个是军事同盟 那么即将发生的是什么,即将发生的是美国总统拜登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 那么这就是中国在等的第3这些字 那么基本上来说,在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之前 以及北约首脑峰会之前 我相信中国都应该可以做基本的预期 就是 美国和西方国家正在勾兑,重新恢复原来的关系 大体的主要是这个方向,应该跑不大 跑不大出太远 但是 中国最没底的是什么 美国跟俄罗斯 他们之间再怎么勾兑 中国是没底的 怎么个没底法,你看看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他怎么说,他说 6月15号说 中俄团结如山 友谊牢不可破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全方位的 也是全天候的 中俄合作上不封顶 下接地气 我们对双边关系发展充满信心,你说这个 充满信心就心里没底了 他再继续说 他说真心真金不怕火炼 我们奉劝那些千方百计离间分化 中俄关系的人 任何企图破坏 中俄关系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 那希望他们不要在零和博弈集团政治对抗的 其路上越走越远 而是回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道上来 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 见识性作用 发挥见识性作用 这话一说呢 两点吧 第一点 没底气 心里没底 中俄关系原来多好 中俄那就是 同志家兄弟啊,那是非常好,最后不是翻脸 那什么关系,而且是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好成那样 中国现在 有两党关系没有吧 两国关系,你看讲这个话 你能保证你自己能保证对方吗 所以 而且你看这个赵立坚讲的话 很紧张 中国那边很紧张 所以你可以看 那我就讲,一个是这个七国集团 G7 一个是北约,再加一个 俄罗斯跟美国 这三件事情 会很大程度上改变国际政治的格局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先讲一个 七国集团 这两个会呢,其实中间有发生很多的过程 那个过程有很多新闻透露出来 然后各国的首脑都出来讲话,我就不一一去讲,我就讲这个两个 集中来讲什么呢,讲他们的共同声明和联合公报 七国集团联合公报最突出 非常鲜明 鲜明特点 就是共同 共同批判 中国 那么联合公报声明强调,七国集团继续 推行价值观 呼吁中国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权利 尤其是在新疆和香港地区 要求中国尽快 尽快允许世卫组织就 新冠病毒起源问题,在中国境内 开展第2阶段,透明的专家主导的基于科学的调查 开始 这七国集团的立场 这就是美国开始 敲响的这个 敲响的这个战鼓 然后强调维护台海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各方寻求何必解决的方案 中国不想说的话,不想让他说的话 不想听到的话,他全说了 然后对南中国海 东中国海 局势严重担忧 反对任何改变现状加剧紧张的单边行为 然后不点名批评新疆的这个 强迫劳动 针对全球供应链的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的问题 那么等等 然后在农业 太阳能发电板服装等领域 这就是新疆棉的问题 这是联合公报针对中国的讲法 针对中国联合公报里面还有一个,七国集团将会 投资几百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门槛国家提供 基建援助计划 这当然是针对一带一路的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七国集团的声明里面 基本上是两个主题 一个主题 就是七国集团内部的团结 内部团结,内部的协调配合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针对中国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说,说要打造一个发达工业国家共同抗衡 成中国的民主联盟 其实这就是 七国集团这次的 主题 那他认为七国集团 必须团结一致的向中国表明立场 全球贸易规则依旧由西方国家制定 而不会拱手让给中国 美国方面将继续 充满 继续关注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与日竞争的影响力 以及中国国有企业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另外 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这就是七国集团的声明 七国集团的声明其实并不意外,因为之前已经有部分内容 已经 透露出来 那毫无疑问在七国集团协调的立场 是什么立场 第1个 美国 和西方盟国 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走到一起来了 第1个,第2个 共同协调 应对中国的 立场 这是第1个 第2个 北约 6月14号的北约峰会就昨天 然后发表这个北约的公报 北约公报讲了两件事 第1件事 重申我们的统一团结和凝聚力 并且在我们面临 的安全环境日益复杂的时候 开启大西洋关系的新篇章 这强调北约的合作 强调北约的团结 为什么要强调,当然是之前 之前这个 前总统川普 曾经说我们准备退出北约 你想想这什么情况,美国是北约的主体 他退出北约 所以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统一 团结 凝聚力 这是有针对性的 然后就是中国 中国公报说 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国际政策 会带来挑战 我们需要做一个联盟来共同应对 捍卫 联盟的关系 然后他说 中国公开的野心和自信的行为 对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和联盟安全和相关的领域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 这非常关键 北约第1次 第1次 把中国 当作系统性的挑战 这个很重要 这是个定位的问题 这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挑战 那这个北约的这个公报总共是14万字 将近15万字 总共79条内容 那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北约首脑峰会 就是还是做两件事 第1件事情 弥合之前发生的北约内部的裂痕 就是把这个抹拼 不能够 北约内部不能够分裂 这是第1个 强化北约的地位 应对来自中国 来自俄罗斯的危险 但这里面没有怎么提俄罗斯 主要是提中国 那么这个很重要 当然他作为一个 他作为一个军事同盟的存在 存在本身就是价值 他其实不需要讲太多,他讲核心强调他本身的 立场就好了 然后他这么说,他说 北约是历史上最强大和最成功的联盟 他保证了我们的领土和10亿公民的安全 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共同价值观 包括个人自由,人权,民族和法治 我们由华盛顿条约所载的共同价值观 联系在一起 这是我们统一团结和凝聚力的基石 我们承诺相应的履行我们作为盟国的责任 我们重申我们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我们致力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我们承诺在盟国的安全和稳定受到威胁 或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受到威胁时 加强磋商与合作 这个公报的第55条跟56条讲到中国问题 就是主要是在这两条 他说中国公开的野心和自信的行为 对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与联盟安全相关的领域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 我们对于那些与华盛顿条约所载的基本价值观 相反的迫迫性政策表示关切 中国正在迅速扩大它的核武库 拥有更多的弹头 和更多先进的运载系统 以建立一个核三位一体 核三位一体 弹头运载火箭等等 他在实施军事现代化和公开宣布的军民融合战略方面 是不透明的 中国还在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 包括参加俄罗斯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的演习 我们仍然对中国缺乏 透明度和使用虚假信息表示关切 我们呼吁中国坚持 它的国际承诺在国际体系中 负责任的形式 包括太空网络 和海洋领域 符合其作为大国的角色 北约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对话 基于我们的利益我们欢迎有机会与中国 就与联盟相关的领域 以及气候变化等 共同挑战进行接触 大概是这样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通过北约 和七国集团这两个平台 美国主要是 把他和西方盟国的关系 复归 这是拜登的第1个 最核心的任务 这次去欧洲 最核心任务就做这个 这么大一场戏 这是第1个任务 第2个任务 既然大家都已经协调了 都已经没关系 大家还是兄弟 好 我们就谈谈 我们怎么对付 门外头的那个 那个壮汉 怎么一起对付他 所以 这个西方的这些盟国 和美国一起 开始联合 联合起来 一起对付中国 那么西方国家到底是不是仅仅是 就是政治上 政治上仅仅是说说喊喊口号呢 其实也不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 就是美国跟欧盟之间的航空争议 航空业的争议 其实就是 美国跟欧盟 进行了长达16年的 就是关于飞机制造业的 补贴争端 那么美国跟欧盟 宣布 达成协议 我们五年之内 我们达成一个 系统性的协议 那么 现在把所有的关税停下来 把我们的争端停下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盟友啊 这不一样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表示 双方同意在五年内暂停征收关税 共同合作 反映我们公平竞争标准的方式 对抗中国在飞机领域的投资 你看 戴琪把这个双方的合作 炮国拧过来 对击中国 那么其实呢 美国 欧盟跟英国是三月份就已经同意暂停 关税的 那么而且 而且 双方当时已经表示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 那么这次 拜登去欧盟 去欧洲 和盟国谈判 那么现在就是 在一个这样的氛围之下 双方达成一个这样的协议 显示什么呢 显示欧洲跟 美国之间的关系 是具有实质性影响 不仅仅是说说 或者是政治表态 2004年 2004年 就是当时这个 当时是欧盟 欧盟先发起 先发起 然后就是美国 美国对欧盟也发起 就是 欧盟先说美国你补贴这个 波音 然后美国就说欧盟你补贴这个空客 反正就是 大家知道在航空业 就是航空制造业 美国具有优势 美国具有优势呢 然后美国 波音公司基本上把空客打得满地藻牙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 欧盟会首先提出来这个问题的原因 那么然后美国当然也反击 有没有补贴 都有补贴 美国给 这个波音补贴 欧盟给空客补贴 只是程度不同的而已 然后最后是2019年 2019年这个世贸组织 其实两个都判 你们两个都有补贴 就两个都互相征受关税 就是一个这样的事 那现在 放下来 双方就放下来 不打了 这个贸易战不打了 然后就是 中国的反应 中国有两个反应 中国对于这个北约有个反应 中国对于这个 中国对于七国集团也有个反应 主要是赵立坚有个反应 赵立坚的反应呢就 就比较 比较有点像攻击性 他说这个美国病了 病得不清 清国集团还是给美国把把脉 开药方嘛 这个属于这种 比较low的这种攻击 没有讲出个道理 那 中国驻欧盟使团 就是 针对这个北约做了个回应 说是 说这个这是对中国的诋毁 也是冷战思维的延续 中国不会对谁形成系统性挑战 但如果谁要对中国进行系统性挑战 中国也不会无动于衷 这个中国驻欧盟的使团发言人说 北约所谓的 系统性挑战 是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诋毁 对国际形势和自身角色的误判 更是冷战思维延续和集团政治心理的作祟 然后他就提到什么呢 提到南斯拉夫使馆1999年被炸的这个惨剧 他说中国会记取 这个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的惨剧 捍卫自身安全和发展权利 中国最近经常提 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的事情 但当然他只讲一部分 不讲另外一部分 那么 要讲这个的话 其实可以讲很多 中国 中国的反应表明两点 第一点就是 中国其实知道 知道就是 西方国家在做什么 但是中国基本上没有 没有可以回应的东西 中国基本上没什么回应的东西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 我们之前讲 所谓的战狼外交是不是 是不是收手了 其实没有 中国在策略上 没有做任何的调整 没有做任何的调整 你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但是呢 明显的 这种底气就没有了 底气不足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 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先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我们因为 因为我们这两次都在报道其他的事情 所以关于 美国和欧盟 我们今天就把它总结一下 那么我们会持续的跟进 跟进这个台山核电站的 情况 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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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昨天屈原爱国的故事讲得发人深省 令人拍案叫绝 谢谢 情绪 教育部成立校外培训监管司 要把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打造成为 具有人名情怀 更具斗争精神 更具法治思维 更具工作策略的 司局 搞不懂 培训机构还需要斗争精神 正如王老师说的 共产党 永远没有停止过斗争 斗自己的江山 自己的人民 校外培训监管司 这个司的成立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这就是我们叫 叫培训行业 就是教培行业的 晚歌 就是教培行业的晚歌 当这个教育部专门成立一个对付校外培训的这个机构的时候 那你想一下 这个行业 前一阵子我们有个专题在讲 都在裁员 所有的 教培机构 头部企业都在裁员 为什么都在裁员 这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 就没什么钱挣 基本上没什么钱挣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教培行业的从事的从业员 大家注意 就是 小心你的机构 小心政府的政策 他总之他现在就是要把他大家赶走了 情绪 昨天听王老师建议 去看了切尔诺贝利的电视剧 心里百感交集 用里面的一句话形容现在的灾难 谎言的代价是多少 就是这样 情况 今天微博热搜 两个比较靠前的热点 一 普京对外媒挑拨中俄关系提问 二 普京批驳 挑拨俄中关系的企图 那你觉得呢 你都没谈 你怎么知道他谈什么呢 我们来谈一下 普京跟 其实我不想谈 因为这个马上就要谈了 但是我们可以聊一下 普京跟拜登要谈什么 这里面很简单 对于俄罗斯的定位 川普很想做一件事情 川普要搞好跟谁的关系 跟三个国家的关系 第一个是俄罗斯 第2个是朝鲜 第3个当然是中国 中国帮他买单 买单买什么呢 采购 采购呢 他对他选举有利 那么俄罗斯跟朝鲜 那么有人讲 跟俄罗斯跟朝鲜是为了对付中国 在中美贸易战之前 这个川普跟习近平的关系 比跟这个普京关系还要好 好吗 比这个金正恩的关系还要好 所以说搞定俄罗斯是为了对付中国 这个肯定是 肯定是讲不过去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但当然后来中美翻脸 那是后话 之前他就一直在部署这件事情 要不怎么 要不怎么会跑出来通俄门这回事 因为 一般来说两国临手 元首见面 那肯定不是个 不是关起门来吃饭的问题 肯定是 双方都有随缘 那真的你两个人真的坐在一起 那就不好说发生什么事情 这才会有图我们 那 那现在的问题是好 川普下了 现在拜登来 拜登想干什么 拜登会不会 再去延续川粉门的一个idea 就是 把这个 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撬一下 让俄罗斯再近一点 近一点 然后呢 就是把俄罗斯拉到自己身边来 对中国形成威胁 我想这是非常天真的 想当然的事情 为什么 你想一下 美国跟俄罗斯之间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美国跟俄罗斯之间最大的矛盾是 俄罗斯的价值观的问题 这不是 是一个民主和专制的问题 民主和独裁的问题的矛盾 首先是 首先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这是核心的问题 在这个前提之下 才会衍生出其他的问题 所以美国跟俄罗斯之间能走得很近吗 当然不能走得很近 首先是价值观之间是有矛盾 这是第1条 第2条 俄罗斯对谁的威胁最大 对欧洲的威胁最大 美国要跟俄罗斯走在一起 他辛辛苦苦去把 欧盟拉到身边来 你现在再跟俄罗斯走在一起 什么情况 所以 在这两个大前提之下 美国跟俄罗斯之间走不到太近 这是第1条 但是 以这个为前提 美国跟俄罗斯会不会达成某种交易 完全有可能 为什么 俄罗斯现在很难过 俄罗斯难过在哪里 他被西方国家制裁 克里米亚的问题 乌克兰的问题 等等 他在这个问题上 他一直在付出代价 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 他虽然一口咬下了克里米亚 但是 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流血不止 没有停 所以 俄罗斯是很急切的要解决和美国的关系 但是美国肯定要开出条件 我跟你关系好一点 至少我们缓和关系可以 前提是什么 你跟中国不能走得太近 那 他会形成什么 他会形成对俄罗斯的牵制 这个牵制的力量是很大 那么美国 对俄罗斯的牵制意味着什么 中国关系肯定会有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赵立坚讲那番话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一点 美国不需要挑拨他跟中国的关系 俄罗斯的关系 中俄的关系 不需要挑拨他们的关系 他们两个会战略上互相需要 但是对他形成牵制 让他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他要考虑后果 就可以了 就已经足够 对美国来说就足够 就 防止他们走得太远就好了 就现在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是这样 情况 坐标 浙江温州市超市 收银台告知 根据有关部门规定 购买刀具需要登记 否则拒绝收卖 请问王老师 为什么中共要控制菜刀 售卖 难道他怕老百姓拿菜刀砍他吗 难道不是吗 元朝都是拾户人家用一把菜刀 中共也差不多 中共跟封建王朝的关系 差不多 他现在就是多了一个什么 中共其实从脑子里 从整个思维 他怎么看待这个国家 怎么看待这些人民 他的思维跟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没什么太大区别 而且他主要的手段 也很类似 不过 中共现在有 数字工具 我们叫数字极权工具 所以他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比这个以前的皇帝厉害多了 观点 王先生昨晚关于爱国主义的阐述非常精彩 一个未经人民选举确认 权力自相授受的政府 当然是独裁政府 这样的政府自称代表人民 不允许人民发声的国家 当然是流氓国家 对于这样的国家没有爱国主义可言 有一种观点 将中国分为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 我爱的中国只能是前者 分得开吗 我觉得分不开吧 怎么分 我不觉得分得开 观点 基于主流儒家文化认同之上 由19世纪末 20世纪初 梁启超正式 升华为所谓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文化的大一统思想 是当下中国迈向宪政民主政体的最大阻碍之一 另一个是其在大陆华人 所谓的 文化之上的中国共产党 这两个障碍不除 大陆华人无望 提问 今天报章媒体 评论拜登的欧洲行说 得意 并不真心打算跟美国一起 抗中共 真的是这样吗 真不真心我不知道 这哪说得了 心里想的事最不知道 你看他怎么做呗 想的事情我猜不透 我们只能讲 我们分析他的处境 我们分析在这个处境之下 他怎么样做出的合理的行为 可能会是什么 我们只能这样分析 至于他心里情不情愿 愿不愿意 没有人知道 真的是 那么至于德国和意大利 他们怎么怎么着 我觉得 关键不是看德国和意大利 关键还是看欧盟 当然德国意大利 德国影响力更大一点 但是欧盟也不是某个国家可以操控得了 而且德国 德国的变化很快 德国变化很快 其中有一个就是默克尔即将卸任 9月份卸任 然后如果没有意外的是德国的绿党 德国绿党上了之后 那会 德国的政策会变得更快 意大利早就翻脸了 意大利早就翻脸了 我不知道你说的媒体是谁 当然 谁跟谁一条心 谁跟谁都不是一条心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现在的形势是怎么发展 欧盟也是一样 欧盟成立的本身就是要 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 抗衡美国的 所以欧盟本身是反映了欧洲人的心态 所以他怎么可能 完全放弃他的自主立场 完全跟美国一模一样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欧盟也罢 美国也罢 他们自身是有利益 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共同的价值观 然后他们面对共同的对手 中国 所以他们会不会合作 他们一定会合作 他们不合作 各自 都不利 所以这是他们的合理性的选择 并不是谁听谁的问题 是他们有共同的需要 提问 拜登上台后 美国拉拢各方 各种西方盟友 各种场合都提到中国问题 谴责中国 对中国强硬 但是实际的经济和商业层面的影响并没有看到 西方国家政府层面谴责中国 但是西方公司并没有减少中国的投资 请问这是一个需要数年才能看到的经济商业影响吗 是否说明目前政治经济 商贸已经某种程度上互相影响较小 当然不是 政治当然会先做决定 商业肯定会跟进的 你等着吧 很快就会见到效果 这是第1个 第2个 西方公司有没有增加减少中国的投资 你当然不能看中国的数据 中国的数据一定是在骗你的 所以你不能用中国公布的数据来得出你刚才得出的这个结论 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 我也不知道 我们看着呗 但是我相信一点 就是当政府做出决定的时候 任何一个企业 他都会慎重的考虑 他所处的环境的变化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当美国政府开始告诉美国的企业 我们要鼓励大家把产业链迁出中国 保障你的产业链安全 所有的企业不会觉得这是政府 仅仅是政府的政策 而是政府 也要代表他的利益 考虑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政府跟企业 政府其实要代表企业的利益 但如果政府不代表企业的利益 这个政府就垮台了 这是西方政治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跟美国之间发生的冲突也就一年时间 对吗 满打满算就一年时间 这一年时间发生了多少时间 企业有没有这么快反应过来 企业需要一点时间 我都讲过 你要搬厂 那是以年为单位 为什么 不是你把你这个厂子的设备跟人员 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搞定了 不是的 你厂子 盖在这里 你有上游 你有下游 你有合作的企业 这基本上这是一个生态系统 你要把厂子搬过去 你要把那边的 供应链全部搞定 你才搬得过去 这是很漫长的过程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观点 对美国而言 适当的拉近和俄罗斯的关系 反而更能拉拢欧洲对付中共 也许这次将和普京的会面 排在G7之后 有这种考量 是的 缓和跟俄罗斯的关系也是降低 俄罗斯对欧盟的压力 特别是俄罗斯对北约的压力 有这方面的 效果 观点 威廉二世当年就是权力不受约束 自打才输 穷兵独武 最后把德国拖入深渊 谭史同讲过 幸亏清朝武力不强 否则在皇帝独裁体制下 假如中国海军像当时的英国一样 陆军像德国一样强大 那全世界都得灭掉 今天中共和习近平在独裁 和制大才数两个方面更甚 对世界都是个祸害 观点 北约在中国问题上分歧还是挺大的 从地缘战略 政治意义 建立初衷就是针对俄罗斯的 它与中国基本上没有冲突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你说呢 当然 北约的核心的作用是对付俄罗斯 这个没有疑问 但是 欧洲它的利益不仅仅是在欧洲 欧盟的利益不仅仅在欧洲 北约的利益不仅仅是在大欧牙 所以 我不觉得 他在没有 他在 与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冲突 那是绝对不正确 情况 本人从事核电行业 曾经就职与新闻提及的 其中一家公司在台 台山核电工作 当年在建设的时候 中广核 就在进度上非常的激进 佩服于王先生作为一个非本专业人士的信息收集 和整理能力 您的 您的推断跟我本人的判断非常接近 有几点需要澄清 一 关于反应堆容器的顶盖问题 法国的核安全局已经同意了技术澄清 这个项目的延期是因为其他的技术原因 这是第一 技术问题 第一 第二 台山核电EPR采用的是MOX燃料棒 与传统的油235燃料棒不同 不能直接对惰性气体的产生量 好处 不能直接对比惰性气体的产生量 好处是 罚燃料产生会更少 三 虽然经历了切尔诺贝利 俄罗斯核电技术在国际上仍然很有竞争力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造价 OK 提问 请问王先生对江苏学潮后续发展的看法 我没有关注 没有时间 所以我没有看法 提问 王老师好 最近在浙江实行所谓的 共同富裕示范区 请问在浙江到底要做什么 未来其他省份 也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吗 之前在深圳 搞了一个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然后现在在浙江 搞一个共同富裕示范区 我现在看懂了 然后就跑到 海南 搞一个 中国最大的自贸岛 还有封岛 好像是2025年封岛 其实讲到底 两个字 折腾 就是折腾 没有别的 中共 干事是不行的 干事是不行 干事 都是靠别人干 他最擅长的就是折腾 所以 不要太把他当回事 他不是个事 他基本上就是个折腾 没有什么特别 这个 跟政策也没有关系 提问 感觉土耳其空军能吊打俄罗斯 更不用说英法两个合大国 请问王老师为什么欧洲 要害怕俄罗斯的军力呢 很多人经常觉得民主国家 很脆弱 胆子很小 你像俄罗斯啊 这个 中国啊 张嘴就打仗 死几个人怕什么 算什么 民主国家死几个人 那不得了 这就是 这就是国家性质的问题 国家的性质是什么 国家的性质 如果是民主政治的国家 国家的性质就是人民 保护人民 就是国家的核心任务 所以你要跟别人打仗 所以民主国家不亲严战 不亲严战争 为什么 战争会死人 这必然发生的事情 那怎么可能亲严战争 那不可能亲严战争 这是一个民主政治 和一个专制独裁体制的区别 那专制的国家的国家特征是什么 专制国家特征就是实现 专制那个投资的 政治理想 政治抱负 所以他随便 他随便死几个人 没关系 所以害怕 你所谓的害怕 其实隐含的是什么 隐含的是两个不同的政体 他们对待 生命的态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对待态度 战争的态度也不一样 谁怕俄罗斯 谁都不怕俄罗斯 谁怕谁呀 军队嘛 军队就是打仗 如果军队害怕 那打什么仗 所以你看美国人 你说美国人啊这个 什么什么娃娃兵啊 什么什么少爷兵 你看美国军人 打两场战争 怕了吗 没有怕吧 美国一直没有停止过战争 一直在打仗 对吗 所以 不要被一些表象迷惑 情况 加拿大总理 特鲁多今天下午从欧洲返国 下飞机直接 被送往酒店隔离14天 肺炎检测阴性后才能回家 民主制度无人例外 当然他也要表现出他的 修养 这是一个领导人 表现他修养的地方 他当然也要这样做给大家 他的人民看 他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 那么当然 专制政府不需要 专制政府需要的是大家跪下来 唱赞歌 这是不一样的 请问王老师 文革时期有躺平或者是类似躺平的理论吗 没有 文革哪允许躺平啊 要参加斗争 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怎么允许躺平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骑墙派不行 逍遥派也不行 沉默也不行 共产党要你 所有的人 都必须投入到 运动中去 没有例外 提问 请问王老师 美国中期选举是把选票排后的 三分之一 议员更换 所以议员为了竞选更多的选票 会尽量 表现的选民满意 选民才会买他的单 我这样理解对吗 那不是中期选举啊 任何一场选举 都要争取更多的选票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肯定要表现让选民 你不是这会儿要表现让选民满意 你的任何一色表现都得让选民满意 下次他会投你 你当议员也好 你当总统也好 总统只能任两届 但议员你可以一直认啊 所以你可以表现得很好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职业 所以你要一直要表现得很好才行 所以 这就是 选举文化的核心 就算你要博得 选民的 欢欣 你才能得到他们的选票 选票会说话的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现在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